我們今天要利用這個懶人包 第一個把這個VIP檔解壓縮出來 解壓縮就一個目錄在第一疊底下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 只要找到一個資料夾叫Scribes 這個目錄底下打開來 那我們會用到裡面有一個開發的環境 這個是內建在那個Python裡面 它提供給我們的 也叫Spider 那目前它是Spider3 不過我看它打開來好像會自動更新 它目前最新的好像是 只要它執行一下 那執行之後的話 它這個會把那個程式指控打開 那打開之後的話 也就你就可以馬上利用這個環境 開始在撰寫這個Python程式 OK 你這個方法的話 我覺得會比坊間的書籍 用到那些方法會來的簡單很多 OK 那這個環境的話 好處就是只要解壓縮 然後找到我們的目錄 特別是 這個解壓縮一個目錄 另外你不要目錄裡面又有個目錄 不OK 那Scribes這個資料 所以要找到這裡 然後往下拉 拉到S開頭的這個叫 Spider3的這個程式 那你打開之後的話 可能需要RUN一點點時間 它就會直接打開來 那一般馬上就OK了 他問你說要不要更新啊 然後你就把它OK也可以啦 讓它去更新 好像沒有花很多時間 然後他問你說要不要安裝什麼東西 那你就不要好了 就直接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先不要 因為我們暫時不需要這些東西 OK 然後把它關掉一下 那這個環境呢 就是我們要的撰寫環 當然這地方的話 還有一些地方可以調整的 這個環境馬上就OK了 那可能就有幾個同學說 老師那怎麼樣在這上面寫程式 很簡單嘛 以後的話呢 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它的那個預設 會幫你先產生一個Temp.py Temp是它的預設的檔名 點py就是它的python的副檔名 當然如果你將來寫程式就寫在這裡 runrun在這裡 有沒有 寫完之後run run之後的話呢 你就直接在這邊可以看到結果 OK 所以喔 特別是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架構啦 所以也許啊 你打開之後呢 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先測試一下 如果不寫這裡 其實你可以開一個新的 新的好了 我習慣是新一個file new一個file 然後new一個file 你會發現又多一個嘛 這個是新的 你可以把這個裡面上面的註解 這個叫註解 delete掉 因為不需要 那你又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你可以寫什麼 最簡單的 A 假設啦 我要A等於5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就產生一個變數叫A 那就把5放到A裡面去 Enter 那B等於3 Enter 然後最後你再打一個print Printer Printer就是把結果輸出 Printer什麼呢 Printer Ans好了 好 程式寫完了 不知道它會出現這個 你可以點它 不用 Ans 好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你程式寫完之後 假如要執行的話 所以我剛剛特別的 1.開啟Spider 2.我們就是開一個新的module好了 所以以後的話固定做法 反正就是開新module 3.輸入一點層 這個層次應該都記得起來吧 沒幾行 有沒有 就是增加了3個變數 A B 跟Enter 然後最後把它print出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run一下 它run的方法很簡單 run完之後 請你看右邊 不過它會問你說 你的那個Python在哪邊 你就按run就好了 你看預設好像會去找那個 它的Python的那個exe在哪裡 按run就可以了 好 run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右邊部分 會出現 你就直接在它的最下面一行 所以再run一下 有沒有 它會在底下 只要你run 它會有一個in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會發現 它run完之後 它的結果print在哪裡 其實就在這裡了 有沒有發現8就出現了 也就是它print出來的結果 會把它run在這個什麼 run file的下一行 OK 不過你想說 老師這樣好像不太明顯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希望讓它明顯一點的話 也許在什麼 8的 前面 這個NS前面再加一點東西吧 不要 這個 加總結果為好了 或者是這樣 前面雙以後 然後後面的話加一個什麼 加總結果 如果要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加號串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串 加號 有沒有 加總結果 加上8這個 如果輸出 我希望前面有個中文 不然這樣看起來好像不太清楚 那你可以把它執行 不過你會發現 他跟你講說 Type R 錯了 為什麼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他以後呢 如果你執行發生錯誤 他會告訴你為什麼錯 所以你慢慢要習慣說 他如果發生錯誤 你要看懂他後面的這個敘述 所以你可以看 他說 可以 串接 除非是兩個都要是STR STR就自串 瓜哥 我還跟你講 那是INT 所以呢 你一定要 意思就是你一定要 把它轉成String之後 串接才不會有問題 所以 應該可以大概知道 哪邊出問題了 另外 還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以後 你可能會想說 老師那這個程式字太小 可以把它放大一點點 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要把字放大 很簡單 你按Ctrl鍵 按住 再按加號 這樣就放大了 有沒有 Ctrl-減 就縮小了 OK 那 意思就是說 我們後面這個NS 我剛好講過了 就是說 你把這個5放進來的話 A裡面放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數字 整數哦 B也是整數 有沒有 相加 那 只有數字 才能運算 所以呢 他把5加上3之後的結果 放到NS裡面 所以加起來是8嘛對不對 那8的話呢 一定會是一個數字 可是哦 如果你Print的時候 假如你直接Print 8 OK 他一個 直接Print 8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前面要再加上什麼 加總結果冒號的話 它這個是STR 它是文字 那你如果加串接的話 後面的話 勢必哦 你必須要提供給他的 並不是一個8的數字 而是8的文字 才能夠跟這個前面的這個加總結果 合併在一起哦 它這邊的敘述是這樣的 你要兩個的話是STR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把ANS轉型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直接怎麼樣 在ANS外面怎麼樣 再加上一個STR的函數 這個叫轉型函數 那把什麼呢 把這個ANS本來的8的數字 把它轉成什麼呢 8的文字 然後再跟前面串 這樣子就符合他的規則了 有沒有 他就說那著INT 現在我們那著INT了 所以你再把它run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OK 資金 那你會發現哦 這邊的結果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加總結果冒號8就出現了 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這邊太小 你想把它放大 怎麼放大 按Ctrl加 Ctrl加 有沒有 這邊也是Ctrl加 縮小的是Ctrl-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環境 其實還蠻OK的 其實沒什麼太複雜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如何開啟這個環境 一把這個Python384這個解壓縮 解出來之後找到Scripps裡面的Spider3 那點兩下打開來 他可能會一點點時間 讓我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請你在這個程式的左邊部分開一個新的Module 輸入這些程式 然後並且把它執行之後看一下結果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第一步 我們其實有懶人包真的好處很多 因為像我以前 光那個設定環境 就大概設定一次上課一收就沒了 那我覺得好浪費時間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從頭到尾都知道那麼多 但是我大概也會跟你們講一下我這個怎麼做的 其實也很簡單 並不困難 只是說 對我們來說很簡單 對你們來說 你可能會遇到一點點問題你就卡住了 那我覺得這個你就不需要卡在這裡嘛 反正你只要有個環境可以開發就好了 所以以後啦 你甚至這個環境你帶著走就OK 那如果說以後啊 假設他現在版本又更新了 384變394 或者3940的話 也許之後我會再update那個懶人包吧 OK 也許之後如果有update的話 你們再去抓就好 這樣不就OK了 為什麼他Python不是弄個懶人包就好了 這樣不是比較方便嗎對不對 不過我發現現在網路上的那個環境 他就把大家都當得好像都很厲害 大家都好像都很熟悉這些東西 理論上應該是要把這些東西弄得越簡單越好 好讓大家可以很快開發啦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我大概知道大部分同學 其實真的也不是每天在寫程式的 你不是每天寫程式 那你說真的你把這些流程都知道 那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你要可以趕快學習如何寫程式這些工作 那我發現很多人光那個第一週環境弄不起來 第二週還弄不起來 每週都還在回去之後又一直在弄環境 弄了三個禮拜都還弄不起來 那等於他浪費三個禮拜 那如果我們有懶人包的話 我們三個禮拜可能程式都已經不知道寫到哪邊去了 OK 所以大概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spy的部分先打開 個影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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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